成峰2023已经录制完四宫演出,播出到四宫组队选歌 五宫分组歌单也已经揭晓 截至到五宫演出录制之前,已经有15位姐姐成为创始人 还有5位姐姐是非创始人 创始人姐姐有 Ella, Amber,卢靖山,谢娜,孙岳,黄丽玲,Triple,刘希君,曾可妮,朱朱,公灵娜,谢欣,张嘉妮,美伊里牙,陈奕涵 剩余的姐姐还有六位姐姐不是创始人 曲颖,蔡少芬,贾靖文,刘亚瑟,徐怀玉,吉娜 这六位姐姐其中有四位有望进入决赛 在网络上呼声也非常高 第一位,徐怀玉 徐怀玉一直被网友称为拿了逆袭剧本的姐姐 但是节目已经录制到四宫结束 徐怀玉姐姐依旧没有成为成峰创始人 如果武功Ella队伍依旧不是第一名 那徐怀玉还是很难成为创始人 如果不是创始人 徐怀玉将无缘决赛 但是以徐怀玉一次又一次在危险边缘留下来看 大概率会是那个幸运姐姐进入决赛 不然很多观众会说 没有徐怀玉,我不看了 第二位,贾靖文 贾靖文姐姐是这些姐姐里面国民度最高的演员 她的人气和蔡绍芬不相上下 也非常努力 但是运气并不是很好 二宫差点成为Ella联盟选择的创始人 但无奈个人实力还是和龚琳娜这位歌手有差距 最终与创始人失之交臂 在三宫 四宫都在谢娜的队伍 并没有机会成为成峰创始人 第三位,曲颖 曲颖的人气一直都很不错 唱跳实力也不弱 但也是运气问题 谢娜联盟赢的时候 她在别的队伍 等她去了谢娜联盟之后 谢娜又输了 没有机会成为成峰创始人 以曲颖的唱跳实力 应该能早于谢星成为创始人 可运气确实不好 她人气不低 实力不弱 但未成为创始人 第四位,刘亚瑟 刘亚瑟姐姐的情怀粉和心粉也不少 早年在明星学院《我行我秀》 《快乐女生》中就以中性可爱的形象超级稀粉 说她是当年的人气王一点不过分 她唱歌不做评价 但跳舞实力确实不赖 每个舞台动作都呈现得可圈可点 一点没有拖后腿的意思 尤其到三宫 可以明显听到舞台结束后 有不少观众大声呼喊刘亚瑟了 希望她有机会在武功取得好成绩 成为成峰创始人 节目播出到现在也遭受不少网友吐槽 吐槽最多的三个点 一,成峰训练室不好看 训练室很多次都给大家看连声 发出嘟嘟嘟嘟的声音 一或是啊呀呀在练声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其实唱跳舞台练习室应该会发生更多有趣的事情 但节目在训练试片的时候都没有剪辑到 二,宿舍生活有点乏味 可可能是这一季请来的姐姐资历老的比较多 年长的也多 所以整体宿舍生活没有之前几季有趣 整体宿舍生活的呈现都是在吃饭 姐姐之间的搞怪片段有 但不多 三,锁组 第四季锁组太早了 从二宫基本就开始锁组 联盟成员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如果决赛业不打乱的话 那阵容人气差值业很大 Alla组目前的未成为创始人的姐姐数量最多 并且整体人气均值不如Ember组 谢娜组在四宫之后人数上只有六人 人气均值更是无法与Ember组抗衡 所组过早 让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很多姐姐的合作 成为这一季节目最大的弊端 浪姐四第七期宣布三公排名以及选取 虽然网上早有路透 但真看到节目对比路透名单还是有点东西 比如淘汰工具人陈亦涵 根据网络路透还以为陈亦涵依旧在危险席位 又一次很幸运苟住到下一轮 结果并非如此 陈亦涵三公排名在二十一 在他之下还有吉娜和谢星 结果却是陈亦涵站到了淘汰预定席和被淘汰的无忧 李沙明子一起等待排名发布 明白这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这样宣布排名的方式没有认真看节目的人 还以为陈亦涵排名是晋级的倒数第一 因为三人在一起的画面 陈亦涵又被有些网友骂了 说应该要把陈亦涵淘汰 怎么每次都是他在危险席位 陈亦涵这波有点亏 在一公后就成为了宣布淘汰人选的工具人 一路被骂黄 不过这期有网友又开始质疑起新的皇族 那便是不太有存在感的卢靖山 卢靖山在浪姐4的姐姐中 粉丝以及知名度并不算很高 热度很多人体感也很一般 这次美伊里牙获得第一明显是因为手工播出后热度大涨 而卢靖山排名第三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他真的有这么高吗 因为卢靖山的排名第三 有些网友开始找查 接着发现其实卢靖山每次公演的排名 基本上都在前十 这令很多人怀疑是否有水分 因为他虽然是战狼的女主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只知道吴京对于女主是谁印象不大 加之 战狼后他也没有比较出圈的作品 而三公他在归途有风 在同族有小美和刘希君的情况下 他其实很难出彩 因为这种种原因 不少网友开始对卢靖山有点意见 连人家四公选取都有意见 吐槽卢靖山四公不跳 又纯战装输出 对此只能说 因为不喜欢大概做什么都是错 卢靖山其实二公也有跳 他也不是全部都是战装唱没有挑战跳 这头吐槽卢靖山没有突破 那头则开始嫌弃谢娜 很明显出头的谢娜 白骂预定了 这次谢娜的选择有点难评 她主动请鹰要参加 她说还没有让观众听到她的唱响突破一下 谢娜的出发点是好的 既然来参加节目肯定是要挑战自我 只是有点没有从大局出发 再看到是由谢娜出战时 Ello和Ever二联猛逼 因为 这首歌难度不小 要知道 浪姐的每个舞台都关乎队友的去留 如果不是团队赛 谢娜想挑战自我输了也没有什么 可这是团队赛关乎队友是否会被淘汰 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上要上就显得不是挑战自我而是自不量力了 要知道其他的队伍都是从舞台方面出发选最优 Ember组唱将很多 派出中文不好的小美是刘希君说自己不熟 卢靖山说调太高 孙岳要去 看看 而Ella则直接明说了 在他们队伍里唱功最好的是龚琳娜 所以选她 总不能派蔡绍芬吧 蔡绍芬 招谁惹谁了 其实当谢娜看到其他两组的选人后 明显也知道决策出现了问题 但又是她主动请应的 如果没有表现好谢娜很容易挨骂 而根据路透有人说 四公式谢娜组的秋辞炫被淘汰 可想而知这波谢娜肯定会被骂 没有跟上两个唱将让别人迁就会被骂 舞台有瑕疵会被骂 如果节目播出被质疑 因为她而反向休音会被骂 最后票数低也会被骂 这令谢娜原本就黑红的状态雪上加霜了